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这么一个小偷 他到农村 到了农忙时节 家里的男主人女主人就都下地干活去了 然后这贼就来了 这贼拉着一把车 到这家一看 这家里没人 顺手就掏出一小卡片 把这门就把这门给拨开了 拨开之后就顺手把这小卡片搁在桌子上 一看这家电视机 这是冰箱 洗衣机 能抬出去就都抬到这小板车上了 当搬家那么来了 当搬家那么就走了 走的时候还把门给人一挂开 这家人回来 一看这门锁着 把门一打开 这人一进去干一天活 他累 猛一下他没反应过来 坐在沙发上 缓了一口气 说把电视机打开 一看 怎么光盛遥控 电视机没了 说又这电视 影像怎么也没了 有贼 有贼 赶快打110 警察来了 说这小徒 这像是流窜座 桌子上留了一样东西 撬门那卡片 一打起来了 一看 这个案子很好破 犯罪嫌疑人把身份证留下了 拿这身份证去撬门 技术不错 脑子太差了 更可笑的是 过了三天 他忘了他冰箱彩电 就是在这村偷的 他登了一板车 把自己化妆成 卖二手家电的 骑着板车就来了 这家主人正在家吃饭 一看 所以怎么 这不是我们家冰箱 比孩子贴那贴画 一看就是咱们家冰箱 对 然后就给这质保主人打电话 这贼等于自己当了 三天的搬家公司 把这东西又给人搬回来了 这是标准的自投罗网 今天我们也特别设计了 一个骗局 在这个骗局当中 我个人觉得 这个骗局设计的 还是非常巧妙的 是吧 所以您得找一个 找一个聪明点 我给您介绍一位 这是一位青年相声演员 年龄不大 是学理工科的 大学本科学的理工科 理工男 那我是很想认识他 这位叫颜家宝 那我们就看看吧 看看 他是出身艺术世家的九龄后 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名老师 他年纪虽小 相声却说出了一片天地 他能用英文说相声 让全世界的观众都了解中国的传统艺术 这英语相声到底怎么说法呢 今天的节目里 您就能先赌为快 不过颜家宝今天扮演的这个骗子 要遇到的是一场真正的考验 接下来 这位骗子老师就要登场了 亲爱的 咱们上个线吧 好啊 好啊 照什么照 别照了 不是 你干嘛呀 我又没惹你生气 干嘛呢你 我看着你俩我的船 我俩招你了 分手了可能是 谁分手了 你啊 我还没分手了 快了 别提了 昨天啊 昨天我女朋友让我去他们学校陪她上自习 走 上呗 上自习我也不说什么 那就上嘛 上到一半突然进来一老师 还这老师我还真没见过 长得黑黑的 瘦瘦的 跟你有点像 孟老师啊 一进来 直接来一句 干什么呢 都干什么呢 拿手机干嘛呢 我这就懵了呀 你说我这不就上大学自习课还有老师懒 啊 这老师特别牛 直接进来就拿过来 拿过来 夸夸夸全拿走 直接来一句 告诉你们啊 学校新规定 以后啊 以后 谁要是再上自习再拿手机一日没收 听到没有 哎呦 他们管得这么严呢 兄弟妈 这家伍一下就磨磨磨了 你得赶快站起来 我不是这学校的 我不是这学校的 对对对 不是 哎 说了 坐那 坐那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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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机拿过来 手机拿过来 快点 上自习看手机是不是 把手机拿过来 你是哪个老师啊 等我 你是哪个老师啊 哪个老师 先把手机拿过来 专门看自习的老师 你不是老师 谁说的 让人把这个拿过来 我得报警 快 快点 我得报警 别 别 别 这是我们老师 这样 先别忙 老师 是这样的 我们不能把手机随便给别人 因为我们也不认识你 是不是老师 最近不是老发生情况说 其他大学里边有别人 冒充老师把手机拿走吗 我们不是不相信你 但是我们得确认一下 你是不是我们老师 没事 老拿这手机看新闻是吧 看见没有 老师这些手机都搁这 好不好 我先把手机搁这 咱们大家都把手机搁这 为了保持自习的良好秩序 好不好 好 听老师的话 现在学校管得很严 老师这是为你们着想的 对不对 都放在这里 你可拉了我老师 你就是个骗 来 你听我说 老师这么做是有老师的道理 知道吧 为了维持你们的秩序 而且让你们学习更加向上 更加努力 好不好 对 听老师说 这耽误我自己时间看你们上自习 你们有点自觉性的 好 好 我给你们说 我记得这个老师 老师 不是 您当时 您本身就信黄 对不对 对 黄老师 我是信黄 黄老师当时教过我们英语课 哎 教科后了 哦 英语课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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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one Thank you Thank you Please stay down Yeah 坐着呢 好 没有问题 老师你给我们来一个 老师有一绝招 展示一试 你看 绝招是英文的罐口 你怎么还有罐口 不远啊 不远啊 假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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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耶 对到 别放到 好 啊 啊 说两句啊 说两句啊 这个英文的罐口 你们喜欢听啊 终于看老师这个啊 嗯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here to enjoy the performance of crosstalk Before the show I remind you to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and camera Please share the good damn watching Shampan Shampan Hand and your phone 好啊 哎 老师 我说你自货正确不太对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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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老师你说什么意思 没有 你翻译一下 翻 翻 我翻译 我翻译 你真的一样的 Shampan 我去Shampan Shampan Hand and your phone 这就是说 谁要不讲 我就请谁吃煎饼 烧饼 混沌和油条 哈哈哈哈 英文也有报告 也有幽默 哦 这太幽默了 哎 你们这都已经学过了 这个我觉得 这老师家 不太行 对不对啊 您这上英语课都这样 假老师报警 哎 别动 哎 哎 等一下 我想起来了 我当然想起来了 想起咱们来 他呀 是教咱们舞蹈的赵老师 哦 赵老师 赵老师 是吗 老师 老师 赵老师 你看 对 你看 赵老师 老师说不去看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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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 是 对 舞蹈课 要跟大家说 这个舞蹈它是什么呢 讲究对身材 一定要保养 还有就是基本功 对 基本功 有说到基本功了 老师的基本功是相当的好 那个腰软 那个腿直接就抓后腿 哎呀 等会说 抓后腿 这是头后腿 卡卡 老师 来一个 老师 你来一个 来一个 对 抓后腿就算了 咱们抓前腿 好不好 那我报警吗 抓后腿 抓后腿 一定要抓后腿 一定要抓后腿 这个基本功是一定要抓后腿 你知道吗 你看 主要是 这个 看这后边的身躯 你记得了吗 他一定要 哎 哎 你看 你看 抓后腿 好抓 你看 你看 你怎么样 老师 这后腿是吧 不对 不对 你们在地铁上面没有增上抗腿 对 对 抓这 哎 这样的话呢 然后往前挪 你知道吧 对 对 对 就这样 你知道吗 哎呦 然后就好刮 你知道吗 你们在地铁里增上健壮锅这种舞蹈 这种舞蹈 还真不还有词 这种舞蹈 有啊 各位先生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 那 谁呀 老师 真不容易 哎呀 老师 你把你们弄 一般你们都遇得过这种情况 这是来自于生活 艺术要来源于生活 哦 我认识老师 老师 你这个舞蹈好像也不太对劲 我知道 对 你不是就是当时给我教唱歌的那个张老师吗 对不对 老师 你记得我吧 是吧 记得我吧 不是张老师 他就是张老师 当时他会唱那个歌 叫那个让我们荡起双奖 当时还给我教这个第二怎么唱啊 怎么发音啊 是吧老师 你看他这个记忆力很好 但是我现在不记得你当时是怎么唱的 你给我唱一首 好 是吧 好 不要鼓掌了 对 对 让我们荡起双奖 对吧 对 接着下边 小窗门 我一开窝 老师 你是东北人啊 怎么都东北人呢 别装了 你唱这什么玩意 家的 报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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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这个 我跟你说啊 这个荡起双奖 它有很多种版本 是吧 老师刚才唱的 这是有点民族风 那也得报警 不对 不对 你不是上头 老师当时真教过我 老师当时教过我语文课 当时教那古诗教的可好了 这位同学好 这位同学上过我的课 什么叫古诗 古诗 老师跟你讲 在遥远的埃及 你们都见过金字塔 在金字塔的时候有一种叫法老 金字塔里边有很多的法老 法老以后时间一长了几千年的沉淀 人就都变成古诗了 这种古诗我跟你说 不好讨话 你在潘浆园里找不着 你知道吗 你就得去埃及 你看 得了 老师 我说的诗是诗歌的诗 不是这个诗体的诗 诗歌 我会给你找一个诗歌 好不好 你诗歌 诗弟 诗妹都有 你是全家福 老师 你想要诗吗 你当时讲的不是这个 你当时讲的李白 杜弗 展昭 对不对 展昭 展昭我知道 展昭是跟李白他是兄弟 不是 展昭 展昭跟李白是最合适吗 没有 杜弗 杜弗跟李白 是不是 两个人的美好的爱情故事 这个我跟你说 每个人都有 对不对 对 老师 我看我还是要领 不要 李白有一首诗 李白有一首诗 对吗 对 春眠不觉现 处处晚自养 夜来风起生意 叫结家宝 我跟你说 我从小就喜欢这首 是李白的 这首 报警吗 报警 没有 我跟你说 同学 我想起来了 我终于想起来了 老师是教咱们格斗课的老师 体育格斗自由国际老师全会 你看看 看你这架子没有 老师有一堂课的时候 给咱们讲过一个制动歹词的绝招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老师你先跟我们来两下 对 再来两下 来 老师 我们俩练的 好不好 好 来 你往这边站 就去看老师这个动作 对 你看 好 你等会 老师 我还没出手呢 你看 这得办 你知道吗 这得办 哎 你看老师 它怎么回事 你看 这怎么意思 老师同学的身体也太厚重了 太厚重了 其实我都是跟老师一起学的 对不对 没有问题 老师有一堂课教过咱们制斗歹徒的捆绑方法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住 我还以为肚皮舞呢 是不是 老师 来 你再给咱们同学演示一下 你看还要演示吗 对 你们都很熟悉了 您挺过 演示 你看 还演示吗 演示 要演示 老师 这堂课就是这么说的 对 你说一说 我们捆绑人呢 先要从他的脖子把它套住 一般都是从上往下 是的 然后呢 要把这个绳子 伸进他的夜窝中 从后面绑住他的胳膊 这样的话 胳膊就冻住了 最后呢 在后面打一个死结 一定要打死结 因为死结一般都是两个以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啊 一旦太阳是要想跑的时候 他一个死结他打不开 他脸 我说 你说 老师你看我演示 我说 我 你还记得我是谁 谁 你昨天给旁边收我一部手机了 咋劲咋的这还拿走 来给你帮我拿走 不是 你看 误会了 误会了 误会了吗 误会了 没事 老师 老师 我相信警察叔叔一定会还你清白的 不是 这不能报警 报警 不是 你们这报警 不是 警察叔叔 您好 我可这抓着一个骗子 昨日骗我一个手机 今儿打算又骗我 您抓进来吧 北京舞蹈学院 好嘞 come down come down take it easy 你们干什么 这是咱们逗子玩的 你看 老师 你歇着 没事 歇着 一块警察来了 咱再说 不是 我说别歇着 我说 你们这手机都拿走了 是吧 你们别走 你们手机都拿走了 怎么我还大一个 刚才我所表演的是一段校园的骗术 我从中也是饰演的一位老师 我觉得要提醒很多的同学 不光是小同学还是大同学 您一定要留神 您的手机一定要揣在兜里 您别忘了这是在学习 一定记住了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以后 谁要是再上自己 再拿手机一日过烧 对 我跟你们讲的公交车的公式 你看 抓着这儿 抓着的话 然后往前挪 很荣幸参加这个平安三六五这个片树的这么一大节目 这种设计让我身临其境 我演的是一位老师 这四个学生还真挺调皮的 又唱歌又跳舞又要说英文 百般刁难 就说明这四个同学已经是把我这个这个片子的身份已经识破了 但是他们设计了这么一个圈套 每一番都感觉让我憋出心裁 也是非常为难 我相信真正的片子也肯定害怕 大家好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 闫家宝 新的一年到了 猴年祝您机灵鬼秘如猕猴健康快乐像马猴 在猴年祝您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